从入门到精通 家用液化石油器到LPG期货套期保值第一 选女婿的标准煤气罐 曾经胡烟筒唐炉子修理门窗家具 坐个沙发 尤其是斑煤气罐 一度是城里丈母娘挑女婿的标准 规格15公斤液化气钢瓶 空瓶重量16公斤 里面罐装14公斤液化石油气 总重量30公斤左右 普通人没有一把子力气还真扛不到楼上 曾经家用的煤气罐里面 实际上罐装的是液化石油气 而不是真正的煤气 煤气是用煤或焦炭等固体原料 经氮氮流或气化制得的 易氧化碳和甲烷氢气混合物 煤气与地下自然形成的天然气体 天然气一样 分子量16 每立方米燃烧热值在8000大卡 空气分子量29 液化石油气分子量44 显然比空气重 每立方米燃烧热值在11000大卡 由于我国是多煤、缺油、少气 上世纪长期使用煤炭作为燃料 因而石油液化气平习罐叫做煤气罐 上面介绍了真正的煤气和天然气采用 气管线入户 而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是饼丸 在常温下加150大气压 也就是1.5Mbps即可变成液态 方便灌装运输 第二 如何获取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又叫做LPG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原油炼制的副产品 占全球35% 另一种是经由石油半生天然气所得到的液化石油气 占全球65% 二者主要区别为原油副产品LPG主要含量为丙丸、丁丸、丙烯和丁烯 天然气获得的LPG主要为丙丸和丁烯等丸厅 基本不含锡厅 第三 液化石油气用途天然气主要可以用于居民燃料 压缩天然气Compressed Natural Gas 简称CNG可作为汽车动力 还可以用于工业切割 甚至发电等 液化石油气LPG除了名用工业燃料之外 主要用于化工品原料进行深加工 比如方厅汽油、玩机化汽油、丁二锡、醋酸、重丁脂、甲乙酮等产品生产原料 第四 LPG国际贸易与套期保值 全球LPG供应量为3.13亿吨 其中中国产量为2779万吨左右 占全球的8% 从上面的LPG来源可知 LPG与原油相关性可以达到90%以上 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影响非常明显 同时 冬季LPG需求量旺盛 又会刺激LPG价格变高 LPG期权合约采用美式期权 我国的LPG主要从中东进口 而中东的LPG参考沙克的LPG Contract Price 由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LPG进口国和消费国之一 为此2020年我国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了LPG期货 中东石油智库认为 有了LPG期货交易后 企业可以利用衍生品对冲价格风险 例如 2021年初全国LPG均价4700元 吨 4月30日跌至3500元 若不进行套期保值 则每吨净亏损1200元 有了期货后 企业可以在年初卖出等量的LPG进行对库存的套期保值 期限货击差走势趋同的前提下 4月30日期货也有同样下跌 弥补了现货库存亏损 因此利用LPG期货的套期保值可以有效规避库存减值风险 请问您明白了吗